一生补出的菩萨 对于凡夫 他都不会产生一念的称认心 何况是佛呢 由于上面的这一段因缘 在声闻经典里面 就说 因为 释迦菩萨 他骂 那个 家设佛 说你兔头人 怎么可以得到 因为这样的因缘 后来受了六年的苦行 苦行的因缘 就是上面 佛说兴起行经 他就是讲这段因缘 因为这段因缘 而受了六年的苦行 所以外人警戒就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故意的 那你根本就不用受六年苦行 那为什么佛还受 第八罪报 受了六年的苦行呢 请看角柱一三五 我们在大盛卷九 那边就有提到佛寿九罪报 就是孙佗丽 磅 五百阿罗汉也被磅 五百阿罗汉也被磅 还有另外 站着普罗门女 她拿个木盆 装在肚子上面 假装大肚子 来毁谤佛 说你这没有良心的人 让我怀孕 你不好好照顾我 等等 另外提伯达多 推了石头 要来害佛 结果出佛身险 第四 佛踏了尖尖的木 非常的痛 第五 就是流利王 他杀害释迦族 那时候佛头痛 第六 佛三月十马迈 第七 冷风洞库 佛的臂非常的痛 第八 六年苦行 第八最高就是这里 六年苦行 第九 佛脱空波 这里就回答 小圣法与大圣法义 如果没有什么差别 那不应该分大小圣 小圣法中 不说法身菩萨的 深奥的法 也不说无量 不可思议的神力 大部分都说 怎么样断烦恼 赶快取虐盘 再来复制 如果佛 不受 第八罪报 那有诸天神 仙 龙鬼 这些有的非常长寿 他看到 释迦菩萨这种行为 他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视线 看到这种行为 他们觉得说 这个菩萨造了恶业 那为什么不受报 有的 这些长寿的天龙 等等 他会误以为 没有因果业报 以事故 虽然现在 没有恶业 但是他受 六年苦行 那另外 有金氏因缘 诸外道等 信酌苦行 那如果佛 不修六年苦行 那 告诉别人说 这个苦行 事实上堕落一边 我们不要 太享乐 也不要太苦 我们要行中道 释迦太子 他是王子 当然是很乐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不是中道 太苦也不是中道 要行 要行中庸的 那如果说佛 不修六年苦行 要度化外道的时候 大家不相信 大家会认为说 你是王子 你已经习惯享乐 你根本不能修苦行 那你来说 我们的苦行 不能成道 你说的也是白说 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佛 还修六年苦行 有的外道苦行 有的只修三个月 半年 一年 没有人像 释迦菩萨能够六年 每天只吃 一麻一米 那外道一看 释迦太子这样子苦行 释迦太子说 这个苦行 没办法得到 大家都容易信受 信八正道 因为这两个因缘 一个因缘是为了化度诸天神鬼 另外一个因缘是为了化度苦行外道的缘故 而修六年苦行 并不是真正的受罪报 会以故 诸佛断一切不善法 成就一切善法 故 佛如果是真的受罪报的话 不能说成就一切善法 断一切不善法 另外就提到小圣法与大圣法的差别 小圣法中 佛未发小圣心的菩萨 说一声补出的菩萨 还恶口 毁谤佛 在 遂界有部 或者是南方上座部 同业部 他们认为菩萨 尽管是三大阿僧集结修复会 南传他是讲 四大阿僧集结 多少阿僧集结 百节修相 其实以所以修部来讲 这个时候都 都还 还没有真正断尽烦恼 是到最后菩利处下 在三十四星 三十四星断解成道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之前 三大阿僧集结修复会 这个都还是凡夫 所以在圣文法里面说 即使这么样的菩萨 都还有恶口 毁谤佛 那如果以大圣来说 那是方便度化众生 说一生菩萨 他尚且不骂小儿 不骂小孩 何况是真实毁谤佛 其实都是方便 为度化众生的缘故 底下提 为什么三个月 十马迈的因缘 释迦佛 当菩萨的时候 释迦佛当菩萨的时候 在毕婆师佛时 坐大婆罗门 那么他看到佛众生 他吃饭很快 大概他们去脱菩萨 吃得蛮不错的 那时候起嫉妒心 说你们这些人 怎么有福报吃那么好 其实应该吃马迈就好 他就是讲了这些话 因为这个罪报的缘故 就跺黑省地狱 黑省地狱 这个详细 大家可以参考十六卷 那边谈地狱里面 有提到黑省地狱 到那边受无量世的苦 余罪因缘 虽然成佛道 来三月十马迈 申闻法中 佛过三大乘其解 经常是为男子生 经常生高贵的地方 常不是诸根 经常能够了解过去的宿命 也会常常不堕 三恶道当中 这个在大毕菩萨论里面 他的修行是这样 所以修行的结尾 就是三大阿僧七节修福会 那么第三大阿僧七节呢 就是从南登佛 受祭之后 一直到毕婆师佛 所以毕婆师佛 已经是第三阿僧七节了 那么之后 百节修相好 但是因为 释迦菩萨比较精进 所以他比弥勒菩萨 超越九节 所以他就九十一节 那么以 摄影修福的讲法 就是三大阿僧七节修 会 一般的菩萨 是百节修相好 但是释迦菩萨 只要九十一节修相好就好了 那么在九十一节修相好 或者百节修相好 这一段期间呢 他通通是南止身 都是南止身 不多二道 所以他这里就说 从毕婆师佛来九十一节 就是从第三阿僧七节满 一直之后九十一节 那像《圣文法》当中 这九十节都不多二道 何况末后一节 怎么还会多二道呢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真实 而是方便说 没关系的 全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